为了培养学生阅读能力 文化交流及发展协会 特别与成品文化艺术基金会 合作办理推广阅读的活动 并将成品行动图书馆 开进集集镇大众严庙注点 除了提供许多书籍给学生阅读外 更让学生在阅读完后填写新得单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就跟成品文化艺术基金会 签订了一个沿线阅读计划 那这个沿线阅读计划时间是一年 也就是说扩大这个书籍的供应 以及把这个阅读的风气 能够推动到社区里面 推动这个亲子阅读 然后附带的这个活动 就是这个行动书车 那这个行动书车 它等于说是一个行动图书馆 也是一样 就是说在这个计划里面来讲 我们也跟成品文化艺术基金会 签订就是说进驻到积极来 学生表示能够有成品行动图书馆 相当不错 不但能够有许多书籍可以借来看 借而阅读也能够来增加自己的知识 这一次这个行动书车 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借书方式 然后让我们有不同的视野 孩子们都很新奇 也都会问着老师说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过来书车 这边借还书 孩子们都相当的期待 也相当的兴奋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 有这一次的机会 学校在我们来到这个大众野庙 然后之后这是行动书车 然后我看了这本书叫顾台湾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 以前的历史的 就一些古日治时期的统治 日本人怎么统治之类的 新议员肖志全相当肯定 主办单位的永新 也期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能够提升地方阅读风气 文化发展及交流协会 特别今年跟我们的成品书局 来合作这个办理一个 行动读书馆的一个方案 来鼓励我们镇内的所有小朋友 可以利用时间来到我们 基镇大众野庙这里 有一台我们的行动读书馆 在那里 小朋友们还是我们的乡亲 都可以前往看自己喜欢的这个书籍 在这边呼吁喜欢阅读的好朋友们 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 到大众野庙这边来选择 自己喜欢阅读的书本 以增广自己的建文 知识就是力量 书中自有黄金屋 藉由阅读许多书籍 除了能够了解到不同的文化外 也能够从中学习 小智权议员也呼吁学子 能够多多阅读 并透过阅读来增广建文 记者邱平易及其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